大家好,我是钟明 第九十三课,属性快,快编辑器 我们来到插入选项卡 这个面板,快定义的面板 还有这个,关于快的面板 属性快,把文字进行定义属性 好,这一个命令,定义属性 那么它是关于文字的 好,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大家看到演示之后呢,就自动的懂了 我在这里,我先画两个矩形 比如说我画编长为一时的正方形 好,我再复制一下 复制的快点键 好,换两个 好,两个 我们单击定义属性的命令 好,属性定义对话框 好,这里模式 不用管它 下面这里插住点 我们就勾选这个 在屏幕上指定 也就是呢,在屏幕上指定几点 然后这里属性 等一下呢,要改一下 还有下面的文字设置 也要改一下 好,标记 还有默认 这两项呢,我们可以输入文字 就是呢 或者说输入字母 有数字都可以 可以输入一样的 比如说我输入1 默认呢,也是1 提示这里的话就不太一样了 我这里输入一个数字 汉字 汉字的数字 好,文字设置 对正方式呢 我给它改成正中 正中呢 讲过啊 可以理解为 把文字放到图形的正中央 好,这里文字样式 如果说大家 想更改为其他的文字样式 那么可以自己去新建文字样式 这个新建文字样式呢 我们在前面的课 多好文字是讲过的 好,这里 文字高度 我这里的话 我给它改成 文字高度我给它改成8 好,旋转 0度 我这里呢 不旋转 好,我单击确定 我们看到鼠标这里呢 有一个 啊 看到十字光标这里 有一个1 那么我要把这个1 放到第一个矩形的正中央 怎么放呢 我要捕捉第一个矩形的中心点 那么可以这么做 按住knt键不放 按下鼠标一键 啊 两点之间的中点 我可以呢 先捕捉这个点 然后单击 啊 再捕捉这个点 然后单击 好 这样子呢 一它就放进来了 好 那么我 再定义一个文字的属性啊 再单击这个命令 好 好 我这里呢 标记的话 我输入a model呢 也是a 提示 我输入 汉字的字母 好 对正方式呢 也是正中啊 文字高度呢 也给它改成8 然后确定 好 两点之间的中点 我呢 也是放到第二个矩形的正中央 好了 已经做好了两个文字的定义属性 这个时候呢 我把 这两个文字和 这些图形 全部做为快 好 这个命令 创建快 好 单击 好 来到了快定义的 这个对话框 那么快的名称 我给它改成一个测试啊 测试 测试1 好 对象 我先选择对象 好 单击这里 好 全部选择 回车键 然后呢 我这里呢 给它 转换为快 好 7点 那么17点 好 单击这里 指定一个基点 基点呢 我指定到 这一条边的终点 捕捉到 然后单击 好了 这样子呢 我再单击确定 好 这里呢 有一个对话框 编辑属性 快名 测试1 就是呢 刚才我们创建的快 字母 数字 就是刚才我们进行的 定义属性 这里 定义属性 是关于文字的属性 意思呢 就是让我们啊 这个 它已经变成了快了 那么这个1和a 我们还要改吗 如果说不改的话 就直接确定 如果说要改呢 就可以改在这里啊 字母呢 你要改 你要改成什么呢 比如说呢 我改成b 那么输入b嘛 好 输入b 数字呢 假如说我改成5 好 都改好了 当然呢 可以不改啊 然后呢 单击确定 看到吧 它就能变成5和b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文字啊 呃 在我们插入快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来继续的做修改 比如说我们呃 可以修改成自己想要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插入快 好 单击这里插入啊 那么这个测试1 好 单击 提示我们指定插入点 我们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单击 比如说 比如说在这里 好了 又弹出了这个呃 编辑属性的对话框 啊 快名测试1 字母数字 我们要改吗 啊 不改的话就这样子了 就直接单击确定啊 改 那可以改 比如说改成 字母呢 改成 L 呃 数字的话 改成8 好 单击确定 是吧 它就变成8L了 好 那么我再给大家讲这个 快编辑器 有时候呢 大家 在这个图形里面啊 插入了很多块 哎 突然说 哦 错了 这个块呢 要得加点什么东西才行 那么如果说 你来慢慢的改的话 那肯定很难改喽 所以说呢 有一个快编辑器来统一的改 啊 快编辑器啊 这个命令 快编辑器 我们 单击 这里呢 要创建或编辑的快 这里呢 当前图车 啊 当前图形测试一 啊 我们选中这个测试一 就是呢 那么我们要编辑这个测试一的快吗 好 然后单击确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来到了快编辑器啊 来到了这个选项卡 好 我们可以缩小试图 好 比如说我怎么办呢 我来到墨证选项卡 我复制 好 用这个复制的命令 我复制一个框 好 在上面复制一个框 那么呢 我又来到 看一下啊 我来到快编辑器 关于这个快编辑器 呃 其实 有很多的命令 那么这节课呢 我就不讲那么多 我就跟大家 呃 讲一下基础的 再以后 我再跟大家出这个 啊 系统的课程 好 我又来到默证选项卡 比如说的话 我要在这个正方形里面 啊 画一些图形 比如说呢 我先画一个圆啊 两点之间的终点 好 画一个圆 然后呢 我再画一个中心线 好 我把这个线呢 图层的话 给它改一下 改到中心线的图层 好 线形比例 这里呢 我给它改成 0.5 好 主要的是看效果啊 不行 0.2 好 可以了 0.2 就要0.2的 好 来到快编辑器 这个时候呢 呃 这里呢 做好之后 我们可以单击 保存快 好 然后呢 再单击这里 关闭快编辑器 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哎 我们刚才画的这个 呃 圆还有中心线 以及 复制的矩形 都在上面了是吧 而且呢 它是一个 一个整体啊 一个快 哎 如果说突然我们又发现 哦 刚才我们定义的属性 把文字进行 定义属性 突然说 我想把这个字母的颜色 给它改一下 呃 改成红色 如果说一个一个的来改 当然 如果说你要改的话 你也只有分解 然后呢再来改 那这样子呢 就太麻烦了 所以说呢 也有这个 管理属性啊 这个 这个命令 管理属性 好 我单击 那么这个对话框啊 快属性管理器 呃我们要改这个L L呢是字母的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选中这个提示 这里啊 这里呢有提示啊 我们选中这个字母的啊 第一项 然后呢 单击编辑 那么这里呢 呃编辑属性 啊数据这里啊提示 我们可以改默认还有标记呢 也可以改 但是呢我们这里呢就不改了 呃 那么文字选项 啊文字样式可以改啊 对正的方式 还有呢高度旋转 以及呢宽度因子 还有倾斜角度等等的啊 还有特性这里特性呢 呃这个图层哪一个图层是吧 啊 线形哪一个线形啊 颜色还有线宽啊都可以改 比如说呢我就改个颜色嘛 刚才说改红色啊 那么就改成红色是吧 那这里呢就马上有预览呢 啊 变成红色了 啊下面这里呢有一个 呃自动预览修改啊 要勾上啊 默认是勾上的 那么我单击确定 啊再单击确定 是吧 他就全部的啊 变成了这个红色的 比如说呢我再插入一个块 好 看这里呢他也同步的修改了啊 好单击 好指定插入点 比如说呢我在这里单击一下 好字母呢我给他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P 好文字呢给他改成7 好确定是吧 这个字母呢红色的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那么多 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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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